那以前 都是,这个试题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总共呢 以往都是有 20题,那现在只有变成试题 可是看起来好像变比较 简单的样子,因为少试题,实际上变困难 因为以前的题目是1到4 然后呢 后面就一直重复,5,6,7,8的话其实就重复1,2,3,4 那现在的话是1,2,3,4,5多一个第五类的题目 然后呢 后面6,7,8,9,10其实是同一类,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要交的话就是1,2,3,4,5就可以了,后面的话呢,6,7,8,9,10就是你们回去要练习的部分 那 其实这一题的话呢,大概我们 那考试的部分呢,其实也 很容易,只要你考试不要紧张的话,要通过这个考试都不会太困难 那考试的话呢,需要一些档案,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考试规则,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到时候市场里面 自备的,如果说需要软体的话,可以寄给他,不过大部分都,你就考,考试,考场用就可以,考试到现场就可以 那考试的话,总共 有三个小时啊,也就是包括你报道,进场,测试,还有那个评分 有的,有些考场是直接集评集测,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考场马上知道说你有没有通过 那而且现场还可以发证照给你,丙级的话是可以这样子 丙级 那一到十题 是抽签的 那这个地方是当你自己抽签,然后可能有用 乒乓球啊,自己抽一个,就是哪一题就哪一题 那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就是 他帮你代抽啦 那这个地方,报道10分钟,进场10分钟 软体安装,那这地方等一下我们要做软体安装,因为我们这边 Front Page他要你自己安装,也就是他光点已经帮你放进去了,你要自己安装 你要自己安装 那考试的话到时候会 寄一个规格表给你 告诉你说那边考场主机是哪一种规格 比如说CPU是哪一种的,然后显示器是哪一种的 甚至考场有哪些软体 那这边比较容易出问题就是Front Page 因为Front Page 现在有 两个版本 甚至三个版本 也就是说 一般考试都是2003 可是也有可能是XP的 Front Page的XP 也有可能Front Page的2000 那这个就一点点差别 所以考试前他会寄给你,你一定要看一下 哪个版本,那如果他上面只有打勾,没有写多少版本的话 你一定要打电话去问一下 先确认,不然的话到考场 会遇到很多问题,那如果你输入法,你用无虾米的话 有可能不提供啦 不过大部分会提供,这个是要注意 那这边的话扣分特别注意 你只要看到这个星星的 黑色的 三角形星星就扣30分 特别注意 然后这个扣20分 这扣10分 这个扣5分 扣1分 所以 你只要不要同时 错两个这个的话 就应该可以通过啦 或者你不要 尤其这两个最要注意的 扣分标准 最后他会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评分表 帮你看一下 你多少分 如果 过的话 那就会通过 马上发证照给你 那再来就是考试 总共我刚刚讲 讲到总共五类的题目嘛 对不对 这五类的题目要哪五类 其实 1234是旧的 第5是新的 其实这一题的话 我也还在 还在那个 就是了解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不过其实要做一个网站 都大同小异 那这边总共五类的题目 也就是说他模拟 给你一个Case 就是说 这五个 这五个Case 就是说 你到时候人家委托你 像一个 学校 比如说学校社团 介绍网 就一个网站给你 然后也给你 你所需要的档案 包括就是 像里面的文字啦 还有音乐啦 还有那个图片都给你 那你要用Front Page 把那个网站做出来 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网站做出来 还有第2类是运动广场 国家公园跟网络行销 还有那个电子巷 这个是新的 这五类 其实 学会这个部分的话 等于 其实你也不一定要把它当考试一样看待 因为呢 当考试看待你会学的很 很 很枯燥乏味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平常生活上用得到的 一个 一个能力嘛 现在几乎 谁 说真的 谁 谁不会做网页呢 谁不会做网站 而且现在像 没有自己的相簿 已经 算很逊了啦 然后还有自己的部落格